红白logo日系装潢大陆杂货品牌名创优品从创立以来毫不掩饰自己就是要仿冒日系无印良品和大创 但现在碰上中日关系紧张名创优品最近在多次行销被骂入华后道歉了 名创优品发布致歉声明称未曾以日本设计师品牌自居而道歉 名创优品声明表示因为过去主打日系行销深感惭愧和自责 品牌日本化是走过弯路 公司计划在2023年3月31号前会把装潢logo等一切完全去日化 强调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品牌 但这道歉许多大陆网友不领情 无印良品可以说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模板 翻出名创优品创办人过去言论大陆网友很酸 好好中国人不做非要给自己找个爹 道歉不是因为知道错了 是为了能继续在这片土地赚钱 不用道歉倒闭吧 同样是牵涉中日关系情况的企业还发生在广州 网上流传广州的寿司狼分店内部员工群组折途 说员工被要求做业的时候讲普通话 不要讲广东话 日本回转寿司店寿司狼广州分店 被踢爆禁止员工上班讲广东话 被网友痛批是歧视发起抵制 为此寿司狼紧急出面解释 从来没见广东话 只是为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员工沟通顺畅 有建议以普通话为主 造成误会表示抱歉 虽然民间企业传出风波 但中日建交50周年官方还是期盼 重新构筑两国关系 日美报道印尼G20峰会期间 有机会安排日本首相岸田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 TVBS新闻交汉文李敏珍 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